现在是10月初 这里是多伦多植物园和爱德华公园 我们来看看这里绣球花怎么样了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几层绣球花是种在比较阴的地方 几乎没有太阳 先看看名字 它是属于Hydrangia paniculata 这是一个大类 Paniculata 咱们通常中文叫它锥形绣球 这个品种叫Little Lamb 小绵羊 这个名字起得好 看看新开的花 它有的花开得比较晚 像不像小绵羊 那么开花较早的这些呢 因为这两天气温比较低了 这个叫什么 不是小绵羊了吧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不是所有的锥形绣球 潘迪克拉塔都会变成红色和品种有关 那么这些锥形绣球在变成红色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里正好看到一颗折断的一只完全死掉了 看看这里不知道谁折断的 当它死了以后带引号了它就会变成这种枯黄棕色 而且会保持这个形状一直到来年春天 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四季的花 这里有一大牌追星绣球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品种 一个是还是白色 一个已经变成粉红色了 我们找到了这个粉红色的牌子 它叫Panicolata Phantom 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 这是这些人取名字脑子里想啥呢 但是不管它的名字 你看这个粉嘟嘟的 大脑袋真是漂亮 而且这么一大丛 没有找到这个白色的品种名称 估计可能是同一个品种 虽然种在一起 它下面土壤可能也有区别 而造成它的颜色可能会变得晚一些 这里有一颗没有名字的追星绣球 你看它的花并不是很奇眼 很显然它刚开始开花的时候 是白色的花瓣 然后慢慢变成粉色 淡粉色 也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假花瓣 数量不够多 而且颜色不够鲜艳 它的装饰性就没有那么强 这个也提醒我们 在选购绣球花的时候 一定要选好的品种 在附近还有另外一棵 应该是同样品种的绣球 这么高大了 两三米高 但是我在这这么多年 这还是头一次注意到它 所以在庭院植物选择的时候 就是品种品种品种 种植的时候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在旁边的树荫下呢 又发现一层绣绣花 从这个花色 还有它的形状来看 我猜可能是quick fire 你看它不需要太多阳光 可能是温度的原因 让它变色 虽然它location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它的花色 还是能够吸引人 走到近前来观看 这也告诉我们 这个锥形绣球啊 它是喜阳耐阴 阳光越多 花越多 越鲜艳 这里又有一层绣球花 锥形绣球 相信刚开花的时候啊 看这么多的花 还是很夺目的 它的花呢 每一只相对较小 它的假花瓣也比较小 finally 终于找到这么漂亮一颗 锥形绣球了 有一个品种呢 叫pinky winky 也是大花大红 大锥形 我们假定 这个就是pinky winky吧 怎么样 这个假花瓣 花瓣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这个位置啊 实际上也是朝南北面 有一片树林 它的阳光 并不是很充足 这几棵呢 和杜鹃种在一起 说明它们够阴的 够阴的 仔细看呢 不仅仅花大 而且它的叶子也挺大的 这里的水分充足 非常潮湿 据说有地下水 有喷泉 喷泉 因为它北面呀 它的南面 是一个山坡 那边有地下水渗出 所以这里啊 常年湿润 在这个位置啊 根本就没有灌溉系统 没有人 基本上没有维护 最多一年有一次 除杂草 看看树什么的 所以说一旦 选好了品种 选好了位置 这是一个维护量非常少的 而观赏性又很高的花园植物 好啦 爱德华公园的 锥形绣球 今天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也喜欢 这个秋天的颜色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